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晚上好 好的谢谢您心 北京奥运会正式开幕 来自世界各地的80多位领导人和皇室成员都出席了这场盛大的开幕式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今天早些时候为外国领导人和政要人士举行了五宴 他说奥运会是团结友谊与和平的奥林匹克精神 在全世界发扬光大的机会 胡锦涛说世界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严峻挑战 需要互信与合作来面对他们 今天举行的奥运会开幕式是由国际知名导演张艺谋设计 长达三个半小时 据说有几千人参加表演 美国总统布什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前几小时 再次呼吁中国实行言论自由 布什总统是星期五在北京新建的美国大使馆落成仪式上发表这番评论的 布什总统说允许自由表达意见的社会 往往是最繁荣最和平的 他还表示新的美国大使馆反映了美中关系的坚实基础 布什总统还提到上星期在华盛顿新建的中国大使馆开始启用 中国国务委员兼副外长戴炳国参加了美国驻京使馆的落成仪式 他呼吁中美两国妥善处理在敏感问题上的分歧 戴炳国还回忆了美国前总统老布什近30年前在美中关系正常化方面发挥的作用 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的助理说 穆沙拉夫将对巴基斯坦执政联盟的弹劾计划予以反击 助理们说穆沙拉夫星期四与他们高级顾问们长谈至深夜 在此之前巴基斯坦执政联盟宣布将立即开始弹劾程序 助理们说穆沙拉夫没有辞职的计划 而且将为自己的行动进行辩护 巴基斯坦人民党领袖扎尔达里和巴基斯坦穆斯林联盟领袖谢里夫 早些时候在伊斯兰堡举行的记者会上说 他们有意剥夺穆沙拉夫的总统职位 并恢复去年被他解职的法官们的职务 弹劾穆沙拉夫的必要条件是 在议会两院都得到三分之二议员的支持 支持穆沙拉夫的主要反对党的发言人阿奇姆 对执政联盟是否能在议会得到支持弹劾的足够票数 表示怀疑 另一方面 格鲁吉亚部队已经攻进主张分离的南澳赛提省首府刺新瓦利市 今天格鲁吉亚总统萨卡什维利下令全面进攻 以夺回对主张分离的南澳赛提省的控制 格鲁吉亚坦克和部队在大炮的支援下 向南澳赛提省那个区域推进 并且包围了刺新瓦利市 目前正在为夺取市中心而和俄罗斯支持的分离派进行战斗 南澳赛提官员说有15人在战斗中死亡 萨卡什维利还要求俄罗斯停止对格鲁吉亚城市进行空袭 但是俄罗斯否认进行过空袭 俄罗斯总理普京誓言要保护南澳赛提省的俄罗斯公民 该省有很多居民持有俄罗斯护照 普京总理谴责格鲁吉亚向南澳赛提进军 并誓言要予以报复 来自那个地区的新闻报道说 俄罗斯坦克部队已经进入那个区域 白宫北约和欧洲联盟都呼吁各方立即停止暴力行动 奥运会在北京举行对中国人来说是件大事 那么北京人是怎么纪念这个令他们感到自豪的日子呢 请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驻北京记者张楠的报道 开幕的日子 由于今天是2008年的8月8号 又由于呢 中国人呢 认为8是一个很吉利的数字 因此呢 为了赢奥运图个吉利 许多呢 年轻的伴侣呢 都选择在今天来登记结婚 现在呢 我们就是在重温区民政局的婚姻登记处 登记处内的红色红符上 写着百年喜福 百年奥运 一队队新人在上面留下了自己的名字 以示纪念 预计 今天将有600对伴侣在这里登记结婚 有结婚的就有生孩子的 刚才呢 我们还在婚姻登记所 现在呢 您看我们又来到了妇幼保健院 一些年轻的妈妈选择今天在这里生下他们的孩子 据介绍 从今天凌晨到下午一点 已经有30个奥运宝宝在这里降生 远方估计 今天总共会有50个婴儿诞生 有些妈妈是恰巧在今天生产的 有的则是为了在今天生下孩子而进行了剖腹产手术或者采取的催生手段 奥运吗 奥运呢 大家都想有一个纪念 那我想孩子也是非常幸运就赶在这个时候 那我就想 也给孩子一个一生的一个特殊的经历 有人说 其实按照中国的传统 9才是一个极力的数字 而不是8 不过由于奥运会的举行 不管你信不信8 今天都是一个可以纪念的日子 美国之音记者张南 刘文明 北京报道 以上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感谢您的收听收看 听众和观众朋友晚上好 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8月8号的焦点对话节目 从7年前深奥成功开始 中国政府就誓言要把北京奥运 办成历史上最成功的奥运会 的确今天开幕的北京奥运会 是历史上开支最大的奥运会 也是最引起全球关注的奥运会之一 对于中国而言 奥运是国家实力的显示 那么对西方的奥运则成为 简视中国一举一动 包括人权